杠上的似乎还有监察院跟内政部 监察院长王建轩又失言了吗 去年呢他曾经公开批评过内政部 说呢在植物人照护政策上面不懂的变通 没有想到最近王建轩出版的新书里面 就写到了 有一个国家负责内政的官员 不幸成为植物人之后 很喜欢并且能够自己上厕所 被列入金事记录 好这一段话呢也被解读成为 似乎是在暗批内政部长李红元 成为植物人的意思 今天就连立委也跟王建轩说 感觉起来呢他发言应该要留点口的 热腾腾新书上架 这可是监察院长王建轩的最新大作 不是说好写的是创世基金会的故事吗 但怎么会有一篇植物人喜欢上厕所 而且披头就写 有一个国家负责内政的官员 不幸成为植物人之后 很喜欢并且能够自己上厕所 被列入金事记录 难不成内政部长李红元 躺着也中枪 书我没看到 这个报道我也很没仔细看 没那么严重啦 一笑笑就好了 王胜仁 他的头壳真的 我觉得是有一点问题 自我感觉良好 可能跟我们马英九总统一样 植物人只会厕所应该六人一间 这部分是很荒谬 很没有逻辑 但是也不需要去诅咒李红元啊 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政策评论是一回事 这个官员监察是一回事 但是口德又是另外一回事 王建轩他内政部早在去年 梁子就结很大 因为内政部官员坚持要帮植物人 在安养院装厕所 还规定病患和厕所比例要维持六比一 王建轩气得公开炮轰 内政部根本不知变通 内政部的政策烧到马总统用人哲学 王建轩一度批评 马总统历史定位是无能 新书里也用不小的篇幅 直说内政部长是总统任命的 马总统有责任盖瓜承受 白纸黑字像连珠炮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会变植物人的是哪一位内政官员 但针对性十足 谁是剑法呼之欲出 三立新闻白说 杨上千台北采访报道